美国航空公司在AA航空直飞上海北京的航班起飞之前,与国际机场后级大厅举行中国新年文化庆祝活动。 少林寺公布学校的省事团随着欢快的锣鼓起舞跳跃,美国航空公司洛杉矶总经理吉姆·摩西还向旅客发放红包,恭祝大家中国新年快乐。 主办单位在现场还安排了便脸、面素、谈话、中国民俗文化展示,免费为旅客提供幸运饼干、珍珠奶茶、牡丹花形、冰淇淋等主题小吃。 美国航空公司是洛杉矶最大规模的航空公司,每天有超过200个航班,在高峰日飞往五大洲70多个目的地。 从2016年起,美航就聘雇超过500名新的员工,包括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空服人员和客户服务代表,抢占美中客运市场。 我们在美国航空公司非常重视我们的亚洲的市场,那我们每天有两个航班飞往北京与上海,从去年11月5号开始,每天都有两班航班,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特意为我们华人的旅客举办了一个非常非常,很有特点,有特色的中国新年节目。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,欢迎选择我们美国航空公司。 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、洛杉矶采访报道。 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、洛杉矶采访报道。